加速補充產業所需的專業人才 政府攜手產學界推動產業人才能力 鑑定IPAS考試 累計培育1.6萬名業界人才 業界會當作是一個依據 來判斷我們的能力 所以基本上在調薪的幅度 這方面來說 也是會有比較明顯的增長 透過產學合作培訓 實習計畫 具備實戰能力 最後順利留任 業界代表也大讚考試命題 與進行方式都與業界接地起 據經濟部統計 歷年獲證求職者出任 平均薪資高出一般出任人員 百分之十以上 另外主計總處指出 今年一到六月全體受僱員工 經常性薪資平均四萬四千 兩百六十二元 年增百分之三點零二 是民國九十年以來新高 我們經常性薪資的部分 累計是增三點零二 但同期的物價水準是增加了 百分之三點一三 評減之後的話 實質經常性薪資 較上年同期減少的是零點一一 物價飆高 實質薪資都退路 雖然今年一到六月 經常性薪資及總薪資增幅不低 但在考量消費者物價指數後 實質經常性薪資年減百分之零點一一 是六年來同期首建副成長 記者黃牌王新中台北報導